绝处逢生的癌症少年 屈建国是河北省来水县私立中学的一名中学生 从小就很懂事,很少让爸爸妈妈操心 在学校里也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 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总是年级的前三名 有句老话说,祸从天降 2009年6月初,屈建国觉得腿有点疼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疼得坚持不住了 父亲带他走遍了县城的医院,始终查不出什么病 8月23日,他们去了北京积水潭医院 最终诊断出是骨肉瘤,疾骨癌 家人听到这一消息真如天塌一样 为了治病,父亲变卖家当,清净所有家产 学校师生也为建国捐款 乡里乡亲也都拿出钱资助他医病 可十五六万花掉了,建国的病没有任何好转 父亲抱着因化疗而脱光头发的儿子,忍不住 失声痛哭 小建国心里充满着对生的渴望 爸爸,我要活着,我想上学,救救我呀 小建国有两个远亲姨奶奶,他们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多年了 当听说小建国得了绝症,无法治愈的消息 非常着急,赶紧来看望小建国 他们耐心地向小建国讲了很多癌症患者修炼法轮功后 获得新生的势力 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 可以使人身体健康,道德提升 并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 于是小建国开始学习法轮功 小建国在几天时间内就听完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 他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事为别人着想 天天坚持学转法轮这本书,并坚持练功 渐渐地,他的病一天天好起来 脸色红润了,腿也不疼了,能正常走路了 更神奇的是,脱光的头发也慢慢长了出来 小建国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这样一个得了绝症快死的人 医院都判了死刑的人 没吃药没打针,竟然好了 这真是人间奇迹 他要重返离别多日的校园了 又能见到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了 小建国快乐极了 他满怀感恩,发自内心的呼喊 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是李洪志师傅救了我 是李洪志的写人 是李洪志师傅救了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